当女生宿舍有人被造谣 就是啊 也太过分了 虽然张姨你本来就是有点脾气不好 但是也没有到他们说的那么过分的程度 我去帮你解释啊 看我骂过你们啊 你又怎么了 小师哥 我考试作弊 要取消我也考试成绩 你怎么可能作弊啊 走 我带你赤早老师理论去 喂 靠 我得也被取消了 别去了 学校论坛有人作妖 不是90公斤啊 还 我靠 这明明是剪辑过的 不管什么时候这么说了 哼 宿舍真是有鬼啊 有什么脑袭 你们看果然是萱萱 他把你的良心记录拍下来 说你的钱都是吊凯子骗来的 还说你在宿舍霸凌别的室友 再没好多更钱骂你的 他还说你根本不是美专博主 是卖 卖 我靠 都是一个宿舍 他这次真的太过分了 女生宿舍的一致对外 大白白鱼 你今晚可别做药 我明天一早的课 什么叫做药啊 我什么时候不要打 最好是 萱萱 干嘛呀 不是我 好像是楼上的声音 我就跟他们说一下 我说过了 他们说会小点声的 我还不信呢 我找他们去 谁呀烦死了 怎么又是你 你们能不能小点声 我能不能都被吵死了 何必都没说什么 你们楼下找事啊 能不能别吵 这老子不吵了 再吵我就去找阿姨了 别吵闹笑 我还不吵枪 不是副卦 我说你也太惨了 不就跑个八百米吗 啊 你说什么 哎哎 行了都这样了 卡什么楼梯呀 带你坐电梯去 四楼坐什么电梯呀 这有什么 四楼坐什么电梯呀 哪个四楼 四楼还坐电梯 不是学生哪条规定 说四楼不能坐电梯了 走 我们偏要坐 啊 你有毛病吗 啊 我的手机 我看你那破手机 早就坏了吧 不是呢 少来谋我 我非得找他理论去 算了 哎呀 我买新手机了呀 哟 还是苹果十三 六千多 为你们可以 拿一套飞机买的吧 啊啊 你可别乱说话 那好我也要换手机了 晚上回来看看 哇靠 谁的垃圾丢我们门口 真瘸的 你来干嘛 相报采访配合一下 许多同学反应有 你身为贫困生 就要约讲学 你买昂贵的手机 请问这属实吗 这是我用打工的钱 买的二手机 所以你承认了 身为贫困生 就要买昂贵的手机 你听不懂人话 是不是啊 暴力倾向客的门 他们最不好买暴力狂 还有个脱衣服的 你不用乱说话 我看你不是来采访的 是来故意找事的吧 关掉 我今天就是要搞你们 谁让你们一个不把学姐 放到眼里的 就凭你这断章取义的视频吗 我这个素材 随便剪一剪发的校园网 大家都会相信的 至少我有证据 你们有吗 怎么没有了 我这个素材随便剪一剪发的校园网 你猜 我要是一句不差的传到校园网 是谁更倒霉 你 给我 赶紧走 晦气 你这次有点牛啊 女生宿舍的一致对外 谁要你们把包包上来的 你有什么权利扔我的包啊 桌面卫生 不合格 扣十分 那明明是你自己弄忘的呀 还有 垃圾桶里有垃圾 再扣十分 我看你俩是故意来照查的吧 哎呀 帮学校工作 总是免不了被误会啊 就是呀 哎 你在干嘛 我真没严实 小嫂子给你剪 扣十分 如果没有 也要给我道歉吗 妨碍检查太多恶了 扣十分 啊 你走什么 这也有手机了啊 还没完呢 那个小熊的小孩什么意思呀 不知道呢 哎 这个位置是我们的呀 你们呢 先丢名字了吗 哎 怎么又是你们呀 我不管啊 这位置就是我们的 我刚放两半石在这站着呢 你们要站的 该不会是这儿吧 这就是我的位置 我刚站了 你走开 你走开 你干什么啊 哎呀干嘛 哎 你们都想干什么 哎呀 这食堂空位那么多 你们随便找一个租 你坐他们就完了吗 干嘛要欺负我们啊 少子查清 还逼你给他们道歉呢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啊 怎么吵起来 到底是人家不谁啊 哎呀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怎么啦 这么生气 哎 请你们喝奶茶 不就和小熊和小人找事吗 哟 这是乔川送的还是陈墨送的呀 你别乱说啊 他们喜欢的都是小童 啊 这是发财啦 平时买个饮料都舍不得喝 啊 哎呀买什么奶茶啊 赶紧给我买点吃呢 行啥呀 你这小熊不是给你招惹的吗 那小熊还是你招惹的呢 不行 咱们不能这么被欺负下去了 咱们得想办法反击呀 我有办法啦 啊我马上排到了 你们到了没啊 走 哎 哎 你们又想干嘛呀 感谢你帮我们排队了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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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要排队 你跟我说一声就行了 你干嘛推人啊 哎 我没推你啊 是他自己摔的 啊 我的手机也被摔坏了 哎呀 这也太过分了 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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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赔钱呀 是你们在转我 这个手机明明是上次我推服我出电梯的时候摔坏的呀 所以你是承认啦 之前就是你一抱手机摔坏的 赔钱吧 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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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手机的事情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这个 赶紧的赔钱呀 赔钱 赔钱 是人吗 还有 违规查体 恭喜你 被学生换出名了 女生宿舍移至对外 真行啊 也不想浪费纸 啊 懂不懂谁来后到啊你 哎呦 这不是老熟人吗 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八爪鱼啊 要占这么多座啊 哎 来来来 这座 哎呦 也不知道上次那张小球飞手机 是谁才落跑了呀 呦 还真是塑料姐妹花啊 快等着 不好了不好了张静 有人说你在校园网去不着地 啊 怎么给我比着地还钱啊 明明他要借我钱 我找他说清楚去 啊 哎你自己说的 打握我钱发了就还我 咋穿我比你了你 我就是有个面试想买一身好衣服嘛 合着你就是不想还钱嘛 哎呀 你就几百块钱嘛 你这也这么笑人嘛 再说了你要钱能有什么急事啊 你要帮女帮呀 我自己钱我自己还留着来买手机呢 哎呦大家听见了吗 张向必然还钱就为了给自己买新手机 关你什么事啊 你们这些肯定拍截的人生下来就有好运气 我就玩电话还不行嘛 你哭你有理了啊 欠钱的把人称大爷了你啊 你跟他讲什么 蛮不讲理 干什么你啊 不是 别挡了别挡了 什么意思 哎呀碰面也气我啊 烦死了 好了好了 你吃这个吧 嗯 嗯 还是还得当自热小火锅好吃啊 全是肉哎 某些人哦 吃了三四十的自热小火锅 还逼着着地还钱 不是的 乱说话都不用道歉的吗 哎别干什么 张静 这是不还你钱的一个着地吗 啊 就是他 我今天过商场的时候 看见他在买包 我吃泡面省钱 他倒好去买包 找他理论去 别着急啊 这事得从长计议 说吧 这帮咋回事 哦 这这包是我找朋友借的 朋友 哪个朋友啊 是我怎么啊 我丢了一个包 也长这样 怎么还不允许别人买一样的包了吗 之前我找小童借过这个包 不小心还要倒口红 你这包上也有 不信大家看看吗 这个包是我自己买的 我小票都在里面呢 我的发票一直放在里面 我还有购买记录的 真的是我自己买的 所以你承认 这张照片就是你呢 我不是故意猜你钱不还呢 是小人说要给你点教训 赵弟 我应该跟你差不多 但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比别人差 嗯 你做的所有事情我都拍下来了 你要是再有什么小动作 我把视频都发给辅导员 当女生宿舍有人被造谣 水晓军台有人发了一个视频 果然是炫炫 走回宿舍抓鬼 太过分了 他们怎么能够向我胡说呢 胡说你什么我看看 说你分闯小童呼呼挺 偷穿她的衣服和包包 哎 这不是胡说呀 我那只是忘记了小童说了 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忘了好多次了 不会 你怎么能落井大石呢 是不是你造我的腰 我没有 可是我用小童衣服的时候 只有你在宿舍 你还答应我了 不会跟别人说的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我没有 我没有 我就是考试作弊成绩被取消了吗 你也不能拉我下水啊 哎 你自己做的事怎么自己不承认呢 张静 你被造谣的时候 我还在论坛里帮你说过话呢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哦 那我还得感谢你啊 谢谢啊 我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声音大一点嘛 你至于这么报复我吗 就你那点破事我不稀罕说你啊 不是你们 那你们是谁啊 哟 怪完他俩开始轮到我了 小童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哼 我以为我们都是社友 再说了 你这么有钱 应该不会在意这些 没想到 你怀恨在心 还把姐子骂我 怎么我发你一点实锤 你就接受不了了 那你造谣张静友暴力倾向 造谣副本成绩作假 造谣我掉凯子 怎么双标给你玩透了 你凭什么这么约我啊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做的 你在论坛发的照片 可是我特地给你准备的 而且我认识学校论坛的管理员 他说 造谣我张静富贯上面的帖子 可都是你的ID 你真的是又坏又蠢 我只是单纯分享一下我的校园生活 他们怎么想 我能怎么办啊 厨子没当成 甩锅倒是一套一套的 人前当舔狗背地离人 你做的那些事我可都是一清二楚 不想被曝光 现在立刻马上实名发布盗窃视频 否则滚出宿舍 当女生宿舍带朋友回来 这是我的好朋友拍卖 这两天就住在我们宿舍了 你好 我是猪龟 不是你带人回来 好歹提前跟我们说一声啊 哎呀 你们宿舍怎么好难的呀 太不简点了吧 哎呀 这是张静我室友 他是你的 哦 那还打扮成男的 故意让人误会吗 这两天你就住这个床啊 啊 你不好吧 你跟小童搞坑了 反正小童又不在宿舍 再说了 他爸这么爱干净 不会用到他床铺的 对啊 这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我又不会弄坏的 小童你快回来 学学带人睡你的床 还在乱弄你的东西 我好习惯 来来 你放心了 我带着桌子这儿了 好习惯 好习惯 哎呀你们能不能别吵了 轩轩 你们居然的好凶啊 行吧 我就趁着头发就睡了 哎 宿舍里不能睡头发会吊闸的 你要去水房吹去 我这工历小 我靠 我跟你说不能吹 自己去找阿姨解释去 把这张给我拉回来 关我什么事啊 我们宿舍就能用 对啊 胖胖要是去的话 不就帮了我们做的猪爱人 会扣分的 哎福官 要不你去吧 阿姨最喜欢你了 嗯 嗯 那好吧 啊 您看见我进桌子了呢 什么进桌子呀 肯定是假的呗 哎呀 不是假的 是我奶奶赞钱给我买的 给我上大学个礼物 我刚刚出去 不关这里了 回来怎么就不见了 放到桌上怎么会不见呢 该不会谁拿了吧 哎你不要乱说话 你平时看不光我就算了 现在还认为我的朋友 小偷不就在这儿呢 哎呀 你是谁呀 你弄疼我了 什么是这个桌子 开得一清二楚 你们什么意思呀 谁稀好到你们东西呀 这个桌子我已经炸很久了 不是你们问萱萱吗 哎萱萱 平时富贵对你不错吧 你可别做伪证啊 这是犯法的 我没见他卖过 张静 把东西抢回来 把他给我赶出去 不用 不管都什么时候了 你不会还要我一起求纯吧 你不会还要我一起求纯吧 出去 当女生宿舍带朋友回来 这个是我老家的朋友小方 来找工作的 想接住几天 大家好 这个是张静 那个是萱萱 哦 那个是小童 她本地人 这两天回家住了 那我是睡这里吗 哎 小童那个是蚕丝贝很贵的 你觉得你睡合适吗 那我 我这个床可以睡两个人的 哦 富贵 你们坐这挺好的 多少钱一个月啊 不是的 我们是要学年算的 一年一千二 哎哎 这么划算啊 那我能住你们宿舍吗 我这次来也没带多少钱啊 坐这不能睡外人 被阿姨吵到可是要扣分的 确实是这样 不过你先找工作 这两天我们帮你瞒着 啊 你先等一下 我去给你买个换鞋的盆 哎 吃吗 嗯 不用啦 我们家隔壁长了好多 绿的还算啊呢 不好吃 那可是青黄葡萄 很贵的 可甜了呢 哦 那谢谢了啊 真没见过世面啊 啊 人人你啊 怎么能欺负我朋友呢 明明是他太过分了 不是你问张静 没啥事 你睡了吗 有点困了啦 哦 我带你洗洗洗完就能睡了 啊 那记得把头洗了哟 然后靠近一股头有味儿 我可没法睡 小芳今天一天都在赶路 你干嘛这样说话 那也得洗头啊 真的不好闻啊 走 我带你洗头 你等一下我给你去买 就到晚上就别去了 我还是自己买吧 哎 哎 谢谢你啊 走吧富贵我们走 谢谢你啊张静 这个欧莱雅肤酸洗发膏 真的很好用 小芳用完头发都蓬色了不少了 不客气啊 而且还挺耐用的呢 哎 富贵 这个怎么用那么多 啊 我 我不知道啊 不好意思啊 我刚洗澡的时候 不想你打翻了 刚刚不说我的才说 张静 我 我赔给你吧 啊 算了 没事儿 我刚把我剩一个的耳机卖了 我 我这边买个新的吧 轩轩 你之前都我口红了吗 你口红丢了我裙子还不见了呢 你们再好好找找 肯定该出事的 哎 轩轩 你丢的裙子是白色带绑带的吗 你怎么知道的呀 是这个吗 就是这个 我那个领子上还有油渍呢 哎 这不是小藤口红呢 我都要看看是谁拖到我们头上来了 先不要着急下结论 张静 你就说要买他的裙子 要求面胶 嗯 我都要看看是谁拖到我们头上了 哎 我都说是不过的 当女生宿舍带朋友回来 裙子还不见了呢 我都要看看是谁拖到我们头上来了 哎 我都说是不过的 绝不可能是不过 我去抓他 哎 张静 我都疼我了 哎 你叫那么大声干啥呀 快 人跑了 哎 哎 再等等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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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的东西拿挖卖 吃相也太难看了吧 啊 吃什么啊 我买了葡萄去吗 哎 博啊 不要太好 到底是大只手 富贵 你先去床上躺着 啊 为什么啊 哎 别问了 快 哎 别吱声啊 你咋啥事搬出我们宿舍 我 我还没找到工作 是富贵说我可以再 这都有天买化妆品了啊 该不会是想赖着不走吧 是说我给富贵买的 我用身上丢了一点点钱 哎呀 是富贵说羡慕你们 也想跟你们拥有一样的东西 这对富贵不会也是你买了 感谢富贵的吧 哎呀 这些都是富贵的 他说可以用来卖 可以沾不少钱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 富贵拿了我们的东西 挂二手平台吗 都知道了 我听过他 我说这样不好 他说你们东西很多 哪里也不会被发现的啊 富贵 你听见了吧 我帮你 哎呀 富贵 你不会怪我 把你告诉我都说这句了吧 我说什么了 哎呀 我真的没有出卖你 他们几个站在这儿 我怪害怕的 哎呀 你赶紧把钱还给他们 你设不会怪你的 还装呢 好尴尬啊你 富贵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比你清楚 看他富贵面子上 你拿到东西我们就不追究了 你赶紧走吧 我 你们又没什么证据啊 凭什么说我啊 没证据 但是我们相信富贵 赶紧走 赶紧走呀 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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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答应你妈要照顾我的 你好自慰之吧 当女生宿舍带朋友回来 哎 慢点别乱动 咋的啦 这是谁啊 我表妹得的 她男朋友吵架了 就这样啊 母亲的配方 三百块才能死的吗 你就是我学生里最坦逸的了 我都没有生气 妹子 你是简罗 带人一大学生 给你买钱怎么合适啊 可是不是我自己生活配买的呀 啊 小偷啊 你这妹妹啥情况 还跟什么情况呀 恋爱脑子啊 哎 夏宇 哎呀 哎呀 完了 啊 哎呀 啊 这是正常呢 啊啊 姐 我要去找夏宇 我一次晚上没回她 她肯定生气了 我要去跟她表情 坐下 不是妹子啊 她哪儿好了 就说个最简单的呢 她朋友圈发你了 她说了 想到一百块钱才要去啊 我是她一百万的宝贝 要得也藏起来的 啥意思啊 哎呀 就是没公开 那她送你啥的 啥礼物啥的 那这个手绳 是她亲手给我编的 不像我 只会送点衣服鞋子什么的 没有心意啊 那她收了 虽然她不喜欢 但是她都没有快乐 我想要个鬼啊 心里不知道有多开心 哈 你不要诬蔑她 她不是这么老人 我要去找她 这程度被干架囊控制了 全部都是我 你想走也行 让她来接你 姐 怎么办呀 我脸都没洗呢 这怎么下楼啊姐 你帮帮我 我可以帮你 谢谢姐 夏宇 这是我的了解小彤 表姐 你可帮我解释一下 昨天的事情吧 她昨天晚上跟我住一起 朱姐姐那我肯定放心的了 辛苦姐姐多照顾几天了 啊不行啊 就是你学要演啊 我可以天天来看你啊 听话 啊姐姐姐啊 夏宇也想学拍视频 你加个好友交在她吧 不方便 姐啊 求你啊 求你啊 好吧 这样了 谢谢姐 夏宇啊 姐通过了 你看一下 没事 你开心就好啊 那一会儿我们去干什么呀 你自己看看吧 什么 分手吧 一头一开始就算最好了是吧 什么意思啊 从小到大 多付我不如你 什么好的都给你 学长要想 你试试摸摸你 姐是为了你好 为我好 谁听啊 我承认你 当女生宿舍来了家长 学长 你给的东西我收到了啊 乌瓜 你去开下门 你离门共进 你怎么不去开啊 学长 你这点都在干什么呀 我已经好久都没有见到你了 阿姨 你又来了 上了这么久大学 普通话一点掌金都没有啊 我帮你拿行李 你去学生会了 去进楼 学轩 你妈妈来了 妈 跟谁聊天呢 半天不给我开门 一个师哥 他给我点外卖 我正谢谢他呢 一个麻辣套 有什么好谢的 什么学长 哪儿的人啊 乡下人不要啊 家里有没有车啊 几套房啊 不是啊 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要是调整一般 就不要浪费时间交往了啊 来 去给我把这个旗袍运一下 我今天要去餐厂同学会 我可不能输给他们 我又不愧运衣服 再说宿舍也没有运抖呀 这连小时都办不好 要你有什么用啊 阿姨 不管哪里有运抖 你放开我来了 行吧 轩轩 你去看着他去 乡下人手笨 别把我那根高级旗袍给搞坏了 阿姨 我要出去买烘饭 要给你带一份忙 可以啊 听薛轩说 你们男生的烤鸭 北上的红烧肉 教育食堂的猪蹄都很好吃 阿姨啊 你什么意思啊 阿姨难得来自你们学校 你会不愿意买吧 行 小彤啊 化妆品给你用一下呀 妈 你干嘛拿小彤的包 很贵的 他给我把我借一个怎么了 你看看人家再看看你 也没本事给我买个名牌包